大家好 前一段给大家聊了聊演艺圈的一些 译文趣事 说到纳英和田镇的有一些纠葛 然后就没往下聊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还有人问 说怎么不聊了 我说的话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 仅供大家参考 也是有人给我报的料 有人给我报了一个特别的 内容特别多的一个 全国的所有演艺圈的料 文字版的特别的丰富 他说呢 他是这样说的啊 他说这个让圈里人 都惧怕这位大姐大 指的纳英啊 其实叫纳英啊 就叫纳英吧 让他一战成名的 是他跟另外一位割后田镇的争执 其实呢 早在那次之前 就发生了 就发生了一件事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让纳英成功奠定了自己东北圈一姐的地位 想当初啊 随着赵本山等东北 圈里边的人啊 占据了 他说还说的是霸占了 春晚的舞台啊 那也没那么邪乎吧 但是 那几年有赵本山撑着确实东北化 是吧 这个在全国都流行的非常广 每年这个赵本山都是闭上这个春晚的啊 连带着让很多东北的明星都成了演艺圈 和歌唱圈的当红啊 是吧 有范伟啊 什么高秀敏啊 什么 何庆奎呀 小沈阳啊 小沈阳和他的夫人吧 叫沈什么来着 是吧 反正捧红了一堆人啊 他的那些徒弟们 鸭蛋啊 什么大魁二魁呀 是吧 好多啊 就包括他们后来还演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 乡村爱情 是吧 当时除了纳英 本来还有一个东北出身的小歌后 孙岳很红 孙岳唱的是那个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让那快乐 围绕在你身边 是吧 祝你平安哈 孙岳那小眼睛特别细哈 单眼皮眼睛不大 是吧 这个 只是啊 说也奇怪 孙岳跟纳英田镇一样 都是沙哑派 唱法的歌手 这就导致了争执了 这就导致争执了 大家都是一个类型的啊 俗话说撞山 或者撞脸了 是吧 你要是错位竞争好一点 如果 这个细路子 这个唱歌的这个特点 路数太接近 那就必然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 竞争就激烈了啊 大家都是一个类型的 那些作词作曲的大咖 写的歌一共就那么棘手 分给谁呀 是吧 很多年前那个 呃作曲的有一个不错的 是徐佩东 作曲家 是吧 徐佩东就是我二姐他们单位的 中国歌剧舞剧案的 徐佩东有个女儿叫徐畅 后来很多年前还传闻说徐畅被人绑架了 但是一直没有坐实啊 你们自己抢去吧 原本孙岳 也打算加入到赵本山的东北邦 可是寄生于何生亮 已经有了纳英了 哪能容得他来放肆呢 不过孙岳也是个厉害角色 毕竟都是东北人 谁又比谁虎呢 东北话虎 虎了吧唧的是吧 原来孙岳早年还是酒吧铸唱的小歌手时 就是东北地区一位黑色大佬 四爷的小四 小三 这四爷他说的是乔四吗 这个咱就不清楚了啊 孙岳和这乔四倒是都是哈尔滨人 至于他们有没有交集啊 咱也不知道啊 也是有人给我报的料啊 这个咱们就当是戏说啊 乔四 曾经是哈尔滨很大的黑社会啊 是吧 这个混混社会的呀 乔四 据听说就是搞拆迁挣的钱 玩拆迁 替地方政府 这个 充当这个 开路先锋 这拆迁公司的某些老板我在北京我也有所接触 我知道这些人 跟这个地方政府啊公安局啊都得挂上钩 这个听说是乔四有的时候 比如说白天 白天当着好多人把你打一顿 就说让你赶紧 把你房拆了赶紧走人 是吧 拿了钱走人 白天把你打一顿 晚上呢 带到再去你们家说和 再送点慰问金啊 就那意思说都不容易 大家都混饭吃的 也不是说 就真混 其实黑社会也是社会的一种 他们也是混饭吃 也不是说真要把人弄死呀什么的 有的时候是打失了手了 失控了 基本情况下他们就是以这个 拆迁 把这片尽快拆了 中间他们挣点钱以这为目的 这个据说 现在 流传的啊一个江湖说法说乔四 怎么出的事怎么给枪毙了的 就是说 李瑞环啊政治局常委 这个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上哈尔滨视察 结果呢他这车队 说这车队呢 前面乔四开着他的 也是好车吧 劳斯莱斯啊 或者是奔驰啊宝马呀 前面是乔四的车队吧 不给让道 我就觉得这事像是编的 是吧乔四能混那么好 混那么有钱那么多手下的小弟 难道他 不知道不应该惹官面上的吗 是吧中国有句话自古有句话 是吧贫不与富斗 民不与官斗 是吧你穷的别跟富的斗 富人能花钱买你的命 是吧但是老百姓你不论穷富 你惹不起官面上啊对吧 说挡着道后来李瑞环说查查 这他妈谁呀 说起这他妈谁这不是想起来那个 那个郭德纲那个徒弟 叫张赫伦吧 郎赫颜哈 是吧说这个他们俩不是 到纽约到温哥华演出不是第一个吗 这把第一个就上来了然后说 啊给我们的掌声啊 其实不是给我们的是给我师傅郭德纲的 是找座位的时间熟悉剧场的时间 啊说观众拿着手机 啊一边划着手机一边看 看台上 说这谁呀 也不出名啊 这他妈谁呀 开玩笑哈 反正乔思也折腾的太凶了 反正黑社会啊 不管你跟白道有多深的关系 最终白道想灭你呀 分分钟的事 像四川的刘汉 是吧 据说是惹了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了 是吧 最后怎么求饶都不行 还是反正很多的黑社会 是吧北京的天津的 最后官面上想灭你 对不对 因为官面上可以动用合法的武力 合法的暴力 四爷不仅对他宠爱有加指的孙悦啊 咱们就是细说啊 为了让他出道还专门送他去学习 唱歌的技巧 还为他砸钱铺了很多关系 这才有了以后的出道经历 可惜四爷这边 刚给孙悦铺好了道 就被拿下嗝屁了 对吧四爷被 枪崩了老百姓讲话枪崩了 就是枪毙了啊 好在孙悦留了一手 就这样靠自己年轻的肉体 闯了出来 哎呀这个演艺圈吗小姑娘 是吧我看前几年就有一个 文章一个帖子就是说说一个姑娘要想在北京演艺圈里边混 得上十几个人的床 恨不得跟剧组的摄影师都得睡 要不然给你拍的特难看 啊跟什么剧务了 跟什么副导演了编剧啊导演呀 甚至男一号啊 反正挺挺乱啊 跪圈很乱 据说啊据说好多剧组啊 比如说到了一个外景地 一住宾馆 说第二天 早晨起来 都不敢敲门了 就是比如说有50个演员 住50个房间 啊就打一比方就不能随便敲门进人屋了 因为你不知道谁跟谁就睡一块去了 是吧 特别逗就是我想想 啊零几年 不超过零五年 然后我经常不是去东北那会儿哈尔滨啊五常啊 搞大米 有一次在哈尔滨 然后 打了一出租车 出租司机就跟我说 说的跟真的似的 说这个孙悦跟我还睡过呢 说孙悦原来就是在歌厅唱歌的 跟我还睡过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反正我去天津打出租 完了那个 天津的出租司机跟我说啊郭德纲 跟我住一门洞里 我也不知道这门洞是楼房是平房啊 反正前一段有人给我留言 说是楼房 啊我也不清楚 也有人说我像北京的出租司机啊 我倒是开过几天滴滴 从 15年15年的6到8月拉了200多单啊 我倒不是那种职业的 正规出租公司的司机啊 我们就是当个玩笑吧 就大家哈就找个乐啊 而且还凭此 就是孙悦啊 把鹰子 把那鹰看中的一首正能量的歌曲 祝你平安抢了 啊那首歌是那鹰看上了 以成功异曲成名 正是因为这个梁子 所以那鹰才在以后一直不爽 不仅阻挠孙悦加入帽子书的 圈子 还处处给孙悦使绊子 失去了靠山的孙悦 此后也确实 再没原创代表作 靠着翻唱外国 歌曲在圈里混了一段时间 后来搭上了一位韩国棒子 韩国棒子 韩国人的大佬当干爹 可惜也没能折腾几年 还差点被国内的某个大老虎的落马 带下水 大老虎就当官的呗 大老虎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不知道被谁落马带下水 所以没多久就退隐 结婚生子去了 据说还包养过黄晓明 这事有点奇怪啊 听着怎么那么惊悚啊 至此 那鹰东北一姐的地位是有了 可谁承想 赶走了孙岳 却又迎来了田振 割后的叫板 都知道 田振和纳英当年在某个颁奖礼上 公开撕逼的故事 其实要说是这件事俩人结下了梁子 还真是有点冤枉的 毕竟当年那件事的罪魁祸首 其实是主办方 由于主办方为了自己的面子 怕把奖给了田振 田振却不能到场 所以才最终决定把奖给纳英 而纳英只是按照自己得到的通知 按约定去现场领奖而已 结果没成想 田振一听说给了英子 又决定去现场了 这才有了后来现场发飙的结果 不过虽说这件事并不是纳英和田振之间的恩怨 可田振如此不给面子 这个英子纳英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而且早在这件事之前 田振和纳英 就因为抢歌 明争暗斗已久了 说到这 他们那次颁奖 我在 是某一个公司吧 颁了某一个奖在哪啊 就在那个我们是观众啊 就在 首都体育馆 首体 首体呢就是颁奖晚会 颁各种奖 然后让大家唱歌 说那那次那个奖是哪个公司我不记得了啊 就是一开始说最佳女歌手 那次的最佳男歌手是给了 刘欢啊 刘欢我见过他在总政大院 那个西院东门 这就表情特傲特狂 我不喜欢那个人 当然我跟他没有任何的纠葛啊也不认识他 就刘欢 其实他胖的 简直胖的不像样子长得非常难看 特狂 然后呢 他那次颁奖晚会刘欢还说啊这是我们演艺圈自个玩的事 那你拿我们这些观众当什么了 给你们来 是吧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吗 是吧反正我就刘欢印象不好啊 虽然他唱歌唱的不错 然后那天是那样然后呢 就 搬完了最佳男歌手就一个就是刘欢 然后说 最佳女歌手 然后说纳英 然后观众鼓掌 然后纳英上去领奖说了几句话 就是那种场面话呗 冠冕堂皇的然后呢 然后后来那个 主办方的主持人有说说还有一位 最佳女歌手还有一位 田振 田振就上来了 田振反正有点劲劲的 好像觉得给了纳英他也不太痛快 不过我们现场 我们这些观众在下边看那个 纳英的表情纳英也不太痛快 因为中国人吧其实容不了别人 中国人的逻辑就只能是当第一当第二都不行 而且只能有一个第一 并列都不行 是吧中国人常说的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啊 就是这意思 然后 然后这个 田振上台之后 然后主办方说请田振 呃说两句 田振说 作为北京级的歌手 他特意强调自己是北京的 知道吗因为颁奖也在北京了在手体吗 然后说作为北京级的歌手如何如何就说了一堆 然后反正我们这帮人吧 因为在北京吗还是北京人比较多吧 反正田振确实我觉得啊 唱的比纳英好 真的纳英那个路子还是 不新鲜 田振的劲 什么风雨彩虹 铿枪玫瑰 是吧 田振的歌还是更 比较的那种男性化 更那个激愤 更让人有一种向上的那种力量 田振 纳英的歌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没特点 可是演艺圈吗 既然是个圈 有圈就有江湖就有人 可能他有很多他们内部的怎么运作呀 怎么拉关系呀 怎么弄啊 那是他们的事 我们就不懂 要存 从这个纯粹的演绎歌唱的角度 我还是喜欢田振 是吧 我飞过那高山 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 我穿越云海 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天 是吧 这都田振的歌多棒啊 是吧 那英那英有什么呀 我真不记得 是吧 所以我们也都是啊 就使劲给田振鼓掌 所以田振就唱了一首吧 可能就是 风雨彩虹鸿枪玫瑰吧 给中国女族唱的 什么刘爱玲啊 什么那个 刘爱玲是北京的吧 就是中国女族里边还有一个上海的叫什么来着俩字 谁记得告诉告诉我啊 都忘了 所以 他们俩就明显的是互别苗头互不服气 因为其实最早还是毛阿敏 毛阿敏最火 那是大哥大姐大最早的一姐 后来毛阿敏退隐了 那一波还有什么程芳元 程芳元主要是 唱外文歌 是吧程芳元好像后来嫁给王刚了哈 这个 健保节目的王刚演电影的王刚是吧 还有谁来着找一批的 关木村 是吧关木村是西伯祖 还有谁来着 还有什么郑旭兰 李古一 这是那个最早那一波的啊 什么朱冯博是吧 再找什么马玉涛啊什么郭兰英 反正 就这些年出来的歌手从唱歌的角度 还是田镇我们喜欢 我不怎么喜欢那英 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也有很多人喜欢那英啊 这是他们之间的事啊 好吧 就先说这一小段啊 谢谢大家 请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